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9年有71,000名美国人死于药物滥用 其中超过136,500多人是因芬泰尼和类似的阿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 同时白宫和医学专家则认为 今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势必导致此类死亡数字的进一步增加 阿片类药物成瘾及滥用是近年来持续困扰美国的社会难题 当局长期以来投入数十亿美元对抗该类药物泛滥 阿片类药物成瘾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毒品危机 芬泰尼类阿片类药物是一种强效阵痛药 功效比马菲强50至100倍 因为它比传统的毒品更加便宜 近年来已经在毒品市场上取代了海洛因的地位 有的饮君子甚至一次服用数十片阿片类药物以达到满足 芬泰尼在美国属于处方类药 所有芬泰尼相关产品均被纳入最危险的药物类别中 仅被批准用于治疗癌症等疾病引起的严重疼痛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化工制药产能 是欧美阿片类药物的主要供应地 尽管中国陆续出台相关法律限制了150多种可用于制造合成该药物的化学品 但是中国庞大且快速发展的制药能力和体系 监管能力和法律条文无法完全杜绝非法制药市场的存在 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 不法商人通过网购平台和邮政快递系统 将大量的这类药物从中国的地下工厂非法输往欧美 甚至青少年也可以很低的价格在网络上轻易地获取此类药物 目前因为新冠疫情爆发 美国获取产自中国的阿片类药物渠道暂时断绝 但是专家普遍认为 疫情导致的焦虑和压力会促使更多人寻找毒品减压 这种短暂的供不应求 并不能解决药物过量成瘾的根本问题 而且因为疫情所带来的多方面压力 反而会更加助长瘾君子的需求 加剧药物过量和毒品问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瘾问题研究员布伦丹萨罗纳 对美联社记者表示 在今年的最新数据中 全美30多个州因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 相比去年同期都呈上升的趋势 萨罗纳表示 我看到的是一幅绝望的地图